全自動智能麵包機 哈囉大家好 我們將為您介紹這台 全自動智能麵包機 讓第一次使用的您就能輕鬆上手 做出美味的麵包 讓它成為您生活上健康的 小幫手喔 第一次使用時 記得清洗內鍋並擦拭乾淨 最後安裝攪拌葉片 提醒您攪拌葉片 有缺口的這一方 需朝上才是正確的安裝喔 麵包製作的基本材料包含 高筋麵粉 水 油 鹽 糖 酵母 雞蛋 和鮮奶 這些基本材料都可以在一般的超市購買得到喔 如果你想要製作出不同口味的麵包 你也可以自行搭配 葡萄乾 堅果等材料 製作出具有個人風味的麵包 另外最後一定要記得 要搭配一支原浸水器的水 Dorian 橄欖油 還有有吹來柚子蛋白素 以及RMJ咖啡 讓你的麵包會更營養更美味喔 要用麵包機製作出好吃的麵包 有幾個訣竅您不可不知喔 材料放置的順序 材料放置的順序 像是一體原料 水 雞蛋 橄欖油 建議先放置內鍋中 才依序放入麵粉及酵母粉 新鮮的食材 麵包當然好吃 要做出成功的麵包 酵母的挑選與保存當然很重要 所以沒有使用完的酵母 記得要放入冰箱保存 來保持酵母的活性喔 麵包最佳的發酵溫度 是在室溫20到25度 所以在夏天炎熱的時候 建議用冰水當作原料 讓麵包發酵的更成功喔 準備好食材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製作麵包了 首先我們製作 葡萄堅果甜味麵包 我們先將一體原料 倒入內鍋 水 橄欖油 牛奶 雞蛋 再倒入麵粉 糖 鹽 以及酵母粉 如果你想要更多健康口味的變化 你也可以加入三合一的咖啡粉 以及一到兩匙的優質蛋白素 最後我們將麵包上盒蓋上 再將上蓋打開 將葡萄乾跟堅果 進入自動投料盒中 最後蓋上上蓋 首先按下目錄鍵 選擇2 再來按下功能鍵 選擇自動投料 最後按下開始鍵 即開始製作麵包 當麵包機發出BB聲後 就代表我們的麵包製作完成囉 此時建議您將上蓋打開 讓水蒸氣散出 此時內鍋的溫度非常高 所以千萬不要用手去觸摸 記得要用手套喔 然後我們將麵包置於盤中 讓它慢慢的冷卻 這樣就完成囉 現在我們製作蛋糕 首先先將液態的材料倒入內鍋 牛奶 橄欖油 兩顆雞蛋 糖 以及我們的麵粉 最後是橡木粉 最後把蓋子蓋上 首先按下目錄鍵 選擇9 再來按下功能鍵 最後按下開始鍵 即開始製作蛋糕 當麵包機發出BB聲後 就代表製作完成囉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小技巧 讓蛋糕更加的可口 例如撒上一些糖粉 或是做一些裝飾 讓自己更像一位甜點大師喔 現在我們來製作果醬 首先先將蘋果打成泥以後 再將蘋果泥放到內鍋 再來倒入糖 檸檬汁 最後將麵包機的蓋子蓋上 首先按下目錄鍵 選擇13 再來按下開始鍵 即開始製作 當麵包機發出BB聲後 就代表製作完成囉 哇 我們今天的麵包蛋糕還有果醬 都已經製作完成了呢 看起來有沒有很可口啊 有了這台麵包機 您在家也能輕鬆做出 健康美味的麵包料理喔 歡迎您一起來體驗看看 餅乾 好可口喔 怎麼會這樣 好好吃喔 好